暴殿在前 倒山在后 这就是由我们选择了 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切暴殿在前面 如果不到极乐世界去 还想留在这个世界 那就倒山在后 那是什么 地狱 倒山地狱 你是往前还是往后 你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于是自然生起甚运 厌力瘦破 求生极乐 你必须真的知道 为什么呢 你才能够放下 这个世界 不再贪恋了 不再造轮回业了 不但不造轮回业 轮回的心要断掉了 怎样断轮回心 你把阿弥陀佛的心 放在中央 其他一切杂念都丢掉 轮回心就没有了 你那个心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所以我们尽忠同修 早晚扩颂 我们的早扩 不能够念 全部无量寿经 我劝大家早扩 就念第六品 四十八月 要把阿弥陀佛的本月 变成我自己的本月 我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这还能不去吗 去定了 阿弥陀佛 我们选的是三十二品 到三十七品 惨出业障 阿 这一段经文讲什么 讲五戒射身 阿 用这个标准 来修正我们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的行为 事先要争干 不善要争断掉 天天在读 天天在学 天天在讲 你说多快乐 多幸福 不是讲给别人听 是讲给自己听 别人是旁听的 自己是真修 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的代行 增长自己的智慧 这个世界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好的 到底真正通了 真正明白了 你自然就能放下 把受破 受破苦 放下了 把极落的落 你就取得了 那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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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